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羊雕 羊雕大家都喜欢见的 因为大家知道 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讲三羊开太 这只就是三羊开太 三只羊 走开 背后一只大 前面两只小 三羊开太 这边还有个太羊 你看楼公雕的多少 四周围都是如意 都是所谓林之如意 林之代表白草之王 林之如意 还有祥云文 多吉利啊 那旁边这一对羊 这一对公母 我们号称为羊羊得意 这些都是纸料 尤其这个小贱的还带着皮的纸料 小贱的没有受过庆 大贱的有受过庆 他也带灰皮 但是你稍微盘一下 就可以感觉他原来的玉质 又白又细 结晶非常细腻 他的灰皮可以盘得掉 然后他的三只羊带着祥云 还有林之 就是站在什么 一堆石头上面 各位看 文人画石头就这样画了 三十灵循 各位看见 三十灵循那个味道就是羊的天性 就喜欢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幅完整的 等于是像玉山子 它是一个羊山子 三元开泰的一个山子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山子大家以为只有到清朝才有 没有 到清朝是变得盛行 因为他们来自于他们王室 清代王室 来自于这个白山黑水的这个黑龙江 就是就像北朝鲜一样 像北朝鲜一样 他们是以长白山作为他们的发祥地 王室的发祥地 所以他们比较重视玉山子 但不是代表之前没有 你看我们这宋代的玉山子一样有 它已经有那个玉山子的这种雏形 但是我今天的重点还是摆在讲这两只羊 所谓的羊羊得意 羊羊得意 这个我们用我们《易经》的一个卦象来看 我们居然是大师说古嘛 《易经》 《易经》的第十九卦 是所谓的灵卦 地则灵 上面是坤 下面是什么 是对 对为则 对 就是两个羊羊在下面 一个阴羊在上面 那开口笑一样 我们要兑换钞票的对 就是有这种字形 有这样的一个象形 兑换的钞票很高兴的笑了 加个树心编就变成月 这个对卦上面一开口什么 一高兴了对着月也 一高兴了之后 talkative就没话多 加个言字笔就变成说 所以它这个对卦是很有意思的 那对卦弄不好的人一得意了之后 得意忘形又会对又为悔 又变成了什么悔辙 损毁代表会带来一些灾难 所以你人得意不要忘形 好 讲到这个卦 第十九卦 灵 它是灵跟第二十卦的官 它是两个相纵的两个卦 灵跟官都是讲的是长官 或者君王去试试 去管理群众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在第十八个卦的时候 以续卦段来说 第十八个卦 大家碰到三封古卦 古卦代表国有大事 国有 国家有事 就是国家有灾难的 古啊 古就是肉腐蚀了 肉坏掉了 这一锅肉都坏了 九十肉林之后就变成了什么 三封古了 一些坏的事情都开始衍生了 国家是处在那个风雨飘摇 动荡不安的状态 接着下面就是赶快这个君王 要有邪命的君王来加以治理 官 下面就是第十九卦是零 第二十卦就是官 这两个是相中的 大家看来都有这样的意涵 一个是零 就是清零现场 指挥官清零现场 变成我深入群众 我在那群众之中来看问题 这是零卦 我在那群众之中来领导 我们长期我以前教群众运动 在安言班 安干班 还有我们秦干班 教学生运动 群众运动 民主运动 这些东西都你指挥官 你不能自外于人民 你一定要在人民群众之中 跟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你才能把这个古卦不好的已经腐蚀的东西慢慢给它救过来 那救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可以高高在上 就第二十卦呢 官就是昭告天下 官是封地官的 封在地之上 封行朝野 你就能达到那种统治 它是这样序卦这样的一个精神概念 好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想 就是我那天跟各位念的这首诗 我们只会背最后那一句关键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薅仁 这李白有名的诗 为什么 他要被唐玄宗招书 招到京城里面去 有大官可做 之前他的那种 接到招书的那种喜悦 这个文人 他诗人 他赤裸裸地展现在外 就犯了什么 我们犯了我们灵挂的这个大忌 所以我把这个就作为一个 他的原诗是这样 所以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薅仁 出自于李白的 南临别儿童入京 你看 别儿童就别自己小孩 跟家人告别 他准备要入京去当官 他在白酒新手三中规 黄姬左蜀邱正斐 准备杀鸡 准备杀鸡 煮酒来庆祝 胡同烹鸡 酌白酒 儿女嬉笑千人 他高兴了 就是酒 就是杀鸡 就是吃 还有什么 跟小孩子一起高兴 你看他 我们吃五花马三天 五花马三天 贴在墙地上的一首诗 就是李白的诗 五花马千斤求 各位都会背 五花马千斤求 忽而将出换美酒 用最好的五花马 跟最好的千斤求 最好的皮 冬天都不过了 最好的皮 拿着换美酒 他都愿意 叫小孩子 去帮他买酒 胡同烹鸡 酌白酒 儿女嬉笑千人 这个是跟五花马 一举同工之妙 高歌取醉欲智慧 又喝酒又唱歌了 还跳舞呢 起舞落日争光辉 在落日之前 古代因为没有电灯嘛 落日之前 我赶快趁着有光辉的时候 好好再跳一支舞 游说万圣苦不早 鑿鱼 跨马 涉远道 快鸡鱼妇 轻买成 鱼翼 辞家 息入琴 他还没有上任 就开始对他的政敌 在那边叫板 最后那句 大家有名都会为 养天大笑 出门去 我被启示 彭浩仁 这么样的一个 李白的这种心境 以看诗来讲 以文学的角度来讲 诗人的情怀是非常好 他还高兴 他把他当时最兴奋的心情记录下来 他那个五花马那首诗呢 是把他喝酒喝到最嗨的那种情景记录下来 这是把要去接受唐玥宗招书 要进京去当官之前的那个快乐的心境写下来 但恰恰犯到我们灵挂了 第三摇所以六三摇的大计 好 我们灵挂我大概的解释一下 灵就是圆亨 他的挂使圆亨利真 至于八月有凶 圆亨利真是非常好 圆亨利真并见 就这几个字并见 在意境里面还不多的 像钱宽两挂都有见 但是钱挂是圆亨利真 什么条件都没有 那就是代表一种大吉之下 昆挂是圆亨利品马之争 所以也是圆亨利真 但是他就是让你当母马之争 就是他有条件 那我们这个灵挂也是圆亨利真 他是有你不好的腐败的肉里面 这国家像一块腐败的肉一样 从古挂里面好不容易救出来 又遇到清明的这个君王 好不容易国家得救了 所以他讲 灵呢 远亨利真 但是他也是一个条件 至于八月有凶 至于八月 为什么八月有凶 因为这个灵字 在古人来讲 灵本身来说 就通过雨林 上面一个雨 下面一个灵 就是或者我们灵与消耳的那个灵 就是做大水的意思 这个灵挂 还有就是一语双观 一个是发大水 发大水 我们八八水灾 给我讲 至于八月有凶 最迷茧 我们就八八水灾 八月份是做大水灾 而且灵挂又是一个水患之下 大水为之灵 消耳或者一个雨 在一个张作灵的那个灵 就是他是有雨水多的这种现象 因为地 地则灵 则嘛 就是昭折嘛 地下了大雨之后 成了昭折一样 所以地下有则 就地下有水 它是一种水患之下 它有两个一语双观 另外有一个 就是当长官的 当君王的 去治理这个水 像大雨治水一样 这也是灵 昭挂在上 对挂在下 对为责 昭为地 地 昭又为土 水来土焉 我们五行的这种深刻字话 土来克水 水来土焉 就是大雨治水 一方面是泛大雨 水在一方面什么 通过贤民君王 把这水灾治理好 这就是对国家或者围观之道 好 它的下面 它六个窑里面 这下面两个窑 是羊窑 上面四个窑全部都是阴窑 所以地则灵 地则灵 地则灵 它的初九窑 我们刚才讲了 它的挂词是 袁亨利真 至于八月有凶 这是它的挂词 好 你听它的窑词 初九 就是 贤灵 贤啊 我们就要讲 那贤阳 就是 我刚才称词 那贤阳的贤 贤者什么 贤灵 无咎 贤灵 无咎 为什么贤灵无咎呢 贤 在古字里面 贤通感 感动的感 你用感化的教育 去教育你的人民群众 去教育你的下属 那当然人心 人心是肉做的 互相有交感 你跟你的继承群众 有感应 交感 用感化的教育 一定会成功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以前在基隆老眷村的 隔壁 我们有个大哥 我们叫王哥王哥的 就后来干了海军中将 舰艇 舰艇司令 他不简单 他毫无人事背景之下 我们了解 他是观感一个人 流亡学生到台湾 那个人就是很有锐智的一个人 一路这么 也是我们河北老乡 一路就这么 凭着自己的能力 没有说长官 父兄提息 没有 没有说个个爸爸真伟大 完全凭他自己 这个人我是很佩服 我们河北老乡 这个老大哥 为什么呢 自己说好没有用 他干了中将 干了上将的也是一把人 人多的 我们不讲 我们就讲他处事的太多 在家里面啊 那个父子子孝 然后兄友弟公 他对 在那个 大家都很穷困的那个年代 他都很 而且我以前在 那个基隆公车站 看到他什么 呼了一个 他用了报纸 呼了那个 有一个不听话 很坏的一个司机 没事他看到学生 大家排的队伍 他故意停到别的地方 让大家去 好好的队伍 去冲赛 他有那个虐待狂 你知道吗 有那个知识 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天天坐公车的时候 那时候我念机中的时候 刚念机中 我记得是高一的时候 就看到他 他那时候在那边当舰长 是一个小新舰 119号当舰长 他过去二话不说 他是 那一班长 不是为他自己打的 他当个舰长 他其实他都有军车 那个年代都有配手的军车 可用 他是帮那些学生 帮人民群众打 他用手上拿到一堆报纸 砰一下打那个司机连上 那司机乖乖地不敢听话 吭声 这种 我说这是他的一个小故事 另外就是 我64年 我在学生受那个两栖侦察联的训练 在坐营 因为坐蛙人操 夏天 那是八月 也是八月 坐蛙人操 被烫伤 那时候阳光啊 跟撒旦太炎热的情况 我们做一个动作 贵贵的挺部做得太久了 那时候烫伤 那时候辗转了 后来 从陆战队医院 没有治好 后来转到三种 三种把我的两条腿 那时候小腿肚 做一个直皮的动作 正好我住烧伤中心 烧伤中心那时候 那一年我记得是十月份 正好是双十节 烧伤中心的人啊 病患 他都把他赶走了 为什么 该出院都赶快出院 只剩我一个人 诺大的一个烧伤中心 因为我那时候腿要直皮啊 那时候没有办法 离开 其他的 都走 为什么 控住病房 以防万一 因为十月份有中央演 那以前演习 那爆破是真的 比现在的场面还要精熟 那海军爆破队 他用了快速的交舟啊 各位都看过那个镜头吗 在淡水河啊 淡水河 沿路丢那个炸弹 像那深水炸弹一样 小心深水炸弹 沿路把那水柱 做成一排的水柱 就像现在水舞啊 水舞 像那水舞的这种 水墙的那种感觉 可是好死不死 那时候不然是风大还是什么 有一个灿弹 丢出去之后 湿了枕头 撞到了旁边的船权 又弹回来 这船里爆炸 哇那一小 那一小船的人 全部受伤了 好像也有死的 没有死的几个 都变成严重的灼伤 送到烧伤中 三种烧伤中心 我那时候腿等待开到 还没有开啊 所以我那时候还行动自如 哎呀看那些 哇那个真的 鬼哭神嚎 那个烫伤 人整个都变成黑的 我亲眼目睹 我还在旁边帮忙呢 结果后来 等到他们 我话说回来了 等我后来 动手术不能动 我躺在床上不能动 说换他们来照顾我 哎 他们聊天就聊到 我讲的我们那个邻居 王中介 王贺鲁 他说啊 他当时我们 我说我们 我住基隆 大家聊天嘛 我也认识海军的谁谁谁 啊那个当过我长官 当过我舰长 那个人就用赶跨教育 爱的教育 因为海军那时候最多流氓的 我们在基隆住下的 海军的人思想自由 因为他常年困在海上 一到岸边就很难受拘束 晚上经常有夜不归影 他说我们常常喝酒玩乐 哎 到后来要摸上船舰的时候 一看 他说我们舰长就是那个王舰长 一张椅子啊 在夜风中啊 半夜啊 凌晨啊 不睡觉 坐在那边等他们 等他们回来之后跟舰长好 舰长一句话不说 就好 赶快去睡觉 天大量 这让他们一辈子忘不掉 这是经过第三者这么口述 我在三种烧伤中心 碰到那几个蛙人 海军的蛙人 跟我讲 我才 跟我当初的观察是一样 他为学生去打那个四级一巴掌 这种东西 我跟你讲 就是我们讲 有灵挂的这种精神 这灵挂的初九遥 为什么 咸灵 咸就是通感 感应的感 就是用感化来教育 好 九二遥 是吧 也是咸灵 也是咸灵 咸灵 急 为什么一个咸灵是五觉 一个咸灵是急 因为九二遥是这样 第二遥 它这样对应的是什么 是六五遥 六五遥是阴 九二遥是阳 所以一阴一阳 智慧道 两个就有所相应 二遥跟五遥 所以它变得就是很吉利 但是 这是它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就是 它的两个阳遥 它上面的那个阳 它前面就四个阴遥 就直接面对群众 就是它有这种压力 所以它变得一种 一种 它的这种咸灵 就不是强调感化的 这个字 它这个代表苦咸的咸 我们吃东西叫咸 就是那个咸诗的咸 咸鱼翻身的咸 咸到最后 咸的极致就变成苦 就是一种 是一种苦灵的状况 就是我直接面对群众 我直接去 我用 有点像酷吏一样 势必攻卿 很严固的去治理 所以那样的情况 也会有好的结果 也不会有凶灾 所以这同样的两个 咸灵有不同的意义 第一个是感化式的 赶者 咸者 感眼 第二个咸是咸灵 咸者是什么苦咸 很苦的 很辛苦的这种领导 第三摇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了 第三摇就变阴阳了 下面的一个对挂 对上缺 缺 对着就越野 我刚刚讲对着越野 很高兴快乐 高兴快乐之后就是什么 加一个树心编 就高兴快乐 一高兴快乐 再加一个言字编 就变成什么 说 说不停 还有一种就变成相悦 用嘴巴去领导 用嘴巴去 流于什么 那就变成相悦的作为 你看相悦 所以那叫甘灵 甘就是甜的 阿甘真正的甘 甘灵 那甘灵它就有一个条件了 就像我们 李白的 要去当官的心境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甘灵了 甘灵 它就是什么 油油 甘灵是什么 甘灵油油 甘灵 甘灵 无忧 无忧 无忧力 就没有什么好处 甘灵 你太要去当官之前 那个守五主导的那种兴奋 杀鸡 杀猪 配美酒 他说不适合 他说甘灵 他说甘灵 是一种 你必须 无忧力 无忧力就无所力 无所力 但是要你有忧 你要有忧则力 有忧 忧 为什么有忧 就是 就是 无 无 无所力 就是 无忧力就无所力 但至于你能够有忧患意识的话 有忧患的意识就无咎 它一个条件是忧患意识 我们讲了这个李白的这首诗 两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歧视彭浩尔 这就犯了什么 六三窑 这个 甘灵 就是所谓的灵挂那种 甘灵 就是兴奋过了头了 无忧力就无所力 无忧力 它有一条件 但是你要是知其忧 知其忧 因为三窑 我们一般来说三窑多忧 你从前挂就可以看到 前挂的三窑是九三窑 君子终日前前 西涕若 利无咎 你就抱着灵渊 吕伯的这种心态 如灵深运 如吕伯兵 这就对了 这样的情况的话 就是无忧 好吧 当然我们下面 九四窑五窑跟上窑 我们简单的点到一下 它的六四窑是什么 智灵 就是四臂公亲 叫做智灵 那是无咎 然后六五窑 也是智灵 但是那个智不是道的那个智 它是智慧的智 你有你的智慧统一 就是用你的睿智 聪明睿智来做统一 那就大君之谊 第五窑是最尊的一窑 大有飞龙在天的味道 也有昆挂的 皇上元旗的这种味道 大君之谊 就是你就可以当什么 周天子 或者是什么大诸侯 的那种王子 所以用锐字去领导 就有大君之谊 吉 然后上六窑 就最上一窑 就敦吉 我为什么 我给我的孙子取名的敦 敦字很好 为什么 有土线 昆挂的现象 就是代表敦 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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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们那个习大大 就是一副敦 那个样 敦就给人家感觉到 还有以前那个邓小平 还有那个领导 都是很出色的领导人 就是有个敦像 带有土形的像 所谓的敦吉 敦灵 敦灵 所以上窑就代表 坤的所有的精神 把罪与敦 敦灵 吉 这是没有话说 当然最急的是 所谓的六五窑 大君之一 吉 我们讲的 这个六三窑 我刚刚讲的 六三窑 我再补述一下 六三窑的话 他为什么要你有忧 就叫你热 不要太热 摆在心里 我们围观的时候 我们要用严谨的态度 如临生怨 如礼伯兵 因为你知其忧之后 你就动摇了 那一摇 第三摇本来是阴摇 就变成阳摇 变成阳摇了 就变成我们俩的态卦 地天态 大来小往 你说急不急 地天态就代表什么 君子的统御 无忧 君子当道 小人消退 所以那阴摇 一知道忧 就把第三摇 就把 又把灵卦的 六三摇的 就是第三摇 变摇 由阴而转成阳 代表就变成 地天态 太卦 就是我们过年 每次什么 贴在门楣上的 三阳开探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给我照一下 三阳开探 就可以由阳阳得意 一转为什么 三阳开探 这是有个要件 就是懂得什么 多忧 懂得多忧 甘霖 甘霖 无忧力 但它有个条件 就必须要你知道什么 至其忧 然后就可以无咎 就可以有 两字阳跳到三字阳 所谓三阳开探 你看三阳开探 很美的 三阳开探 好 那我们今天 就把这个灵挂 的精神 结合了我们手边的 这个 两字阳跟三字阳 的这种像 把结合起来 所以古人 他做一个雕刻 做一个玉器 他背后都隐藏 一些含义 或许是什么 像我们能解读的人 因为现在 有很多动物学家 他能解读动物的语言 更何况我们 先圣先贤 他当然会有语言要传递 他做一些东西 他不是傻干的 他不是蒙在头干的 背后他也有一种 精神教化的意涵 这句就是我们 地者灵挂的精神 尤其是灵挂 六三窑的精神 六三窑知其优 然后一窑变 一动 窑变 阴变成阳 就变了地天太 太化 然后能够持阴保态 能够长长久久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